我们今天修佛的同学都知道 说到深的业障 最近这些年来 在中国外国 我们常常发现 现在是司空见惯了 太平常了 附体 你能说的是假的吗 你要是真的看到附体的人的时候 你就相信 那不是装出来的 这真的不是假的 附在这个人身上 这个人跟他有缘 没有缘他不能随便负责他身上 他要负责他有缘的 那这个有缘就是他们 有共同的业 业缘的负责身上 那说出 前生后世 夜莹果报 我这一次 我这一次离开香港之前的 大概不到一个星期 有同修送一个光碟给我看 最近 附体 附体的人呢 曾经做过皇帝 还是个好皇帝 负负负责人身上 苦不看一眼的表现的 非常痛苦在地下打滚 问他你在哪里 他在地狱 问他你是 以前干些什么事情 做皇帝 做皇帝是好皇帝啊 为什么会堕地狱呢 他说造了地狱罪啊 做皇帝也不行啊 还是要到地狱去受刑法了 他就犯什么罪呢 杀人杀太多人呢 地上大叫 我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透了两句话 杀人偿命啊 欠债还钱啊 多可怜 真是装出来什么 绝定不是装出来的 世间人遇到这个事情 很难解释 在佛法里就非常清楚 这些夜阴国报摆在面前 在人间做种种事先 可以说 这是祝福如来 慈悲到极处啊 你想想看 地狱众生 能轻易跑到人间来复生吗 他能到人间来复生 来透的信息 告诉人这个 古报之凄惨 这古 还不是佛力加持他的 不是佛力加持 他出不来啊 他要是正常离开的 那他的罪业已经消极了 他出来是正常的人 谁带着是三宝为神加持 让他出来 给大众表表发 偷一点信息 消他的业障 大家看到相信了 真的回头不敢再坐窝了 他的业障就消掉一些 我们清楚 我们明白 我们看到了 神大恐怖心了 还看着我吗 我们遇到了别人 以卧阳 卧行对我 我其愿恨心了 其心动念了 我想报复他了 看到这个地狱现象的时候 不敢等你生气这个念头了 为什么 我要生报复的念头 生怨恨的念头 他躲地狱 我也躲地狱 我们都要受这个苦啊 今天他这样对我 我受了不白之愿啊 这不白之愿我能受 我的业障就消了 我的灵性就上上上提升了 这么一想 不但怨恨心没有了 不报复了 还感谢他 他替我小业障 任何一个众生 无量借来 你能没有说不造众业吗 这一生没有 前世有啊 前一生没有 再前世有啊 生生世世 造作一些善不善意 今天怎么 算总账了 所以一定要用智慧 不能用感情 用感情就坏了 肯定渊渊相报 没完没了 害人就是害自己 我能把一切 这些怨恨 罪孽 统统放下 一心执孽 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业债 统统亏消除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智慧 道力 神通 能力 跟阿弥陀佛 没两样 得弥陀本愿的 为神的加持 我们回到 所破世界 再帮助这些众生 破密快悟 帮助这些众生 提身灵性 往生进土 同臣佛道 这个多么美满 所以一定要学 莲池大使的七必沟 所有这些情侦 这些怨恨 一笔勾销 自己立刻就回到了 清净心 你说谁得利益了 自己得真实利益 你真搞明白了 搞清楚了 你不能不回头 不敢不回头 如来生 给我们身 做榜样 那我们明白了 我们今天 要用我们的身 给一切众生 做好榜样 身心健康 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这是一切众生 所需求 而求不到的 我们得到了 我们怎么得到的 老师教导我们放下 我们正放下了 放下就得到了 就这么回事就看 你不能不放下 那你不能我 我